《 趕搭奇異博士電影上映的熱潮》 以漫威英雄為主題的 Marvel 蹲蹲 也正式在台灣上架囉 玩家必須將這些 Q 版漫威英雄組成一隊 並且透過方塊連線的方式來消除 如果能夠消除帶隊英雄的方塊 還能夠使用他的招牌特技掃蕩戰局 像是鋼鐵人能夠射出衝擊光束消掉一排方塊 卡特探員則能夠精準射擊 製造出連鎖炸彈 玩家還能夠盡有培養 強化這些能力 請好好發揮英雄們的絕技 挑戰各種關卡吧 繼我滿懷青春的有病測驗之後 有病製作近日推出了第二款作品 我滿懷希望的有病信仰囉 維持了前作的風格 同時也帶來了新角色有病貓貓 以及有病神明自在天 玩家要點擊畫面浮出答案中 你覺得最有病的一個 目標則是讓NPC發病 隨著角色的不同 也會有不同的選項和答案 雖然看似沒有任何提示 但只要玩家融會貫通有病思想之後 自然而然就能夠找出正確答案喔 仙劍奇俠傳 全新經典蕭悠悠 採用了回合制的3D MMORPG玩法 玩家可以從6名角色各兩個職業的組合來選擇 以原創角色的身份體驗仙劍世界的精彩故事劇情 遊戲當中除了可以招募江雲帆等騎俠加入隊伍之外 還有各種類型的零售也可以幫忙戰鬥 除此之外還有像是能夠騰空飛行的飛劍等酷炫作旗 等著玩家來收集喔 而遊戲的人物對話也搭配了大量的語音演出 讓豐富的劇情更加引人入勝喔 愛麗絲的精神審判 是一款有著詭異風格的手機推理遊戲 女學生愛麗絲在做了個怪夢醒來之後 發現自己身處在一個現實與虛幻交錯的世界 除了失去記憶之外 還捲入了莫名的殺人事件之中 而玩家就是要幫助她尋找線索 拼湊出事件的真相 在做出任何決定之前 記得必須仔細思考手中的線索 要是做出沒有道理的推論或是錯誤的選擇 可是會因為損失精力而導致遊戲結束喔 結合了音樂節奏以及角色扮演元素 畫風獨特的Irene 戰鬥時玩家要依照指示 點擊左右按鍵強化隊員的攻擊 除此之外有時還要輸入方向 或是按住不放等等 才能夠達成條件喔 另外玩家還可以收集培養各種類型的隊員 這些角色除了屬性不同之外 也分成了作家、哲學家等擁有不同特性的職業 並且也能夠裝備額外的技能 而多餘的隊員還可以指派他們去執行任務 藉此獲得額外的獎勵喔 FIFA Mobile 足球收錄了超過30 個聯賽 650 支真實球隊的資料 讓玩家網羅眾多心愛的明星球員加入隊伍 並贏得一場場的勝利 玩家可以在現場活動模式中 進行像是挑戰守門員 或是控球訓練等各種項目 而進攻模式則可以和全世界的線上玩家隊伍一較高下 過程中玩家只需要負責最刺激的進攻就可以囉 至於操作模式則除了可以用簡單的點擊滑動之外 也可以用虛擬搖桿做出更精準的動作喔 可以輕鬆遊玩的可愛卡通風格2D橫向卷軸遊戲 Win Runner Adventure 玩家除了要掌握時機使用兩段跳躍 獲得更多金幣之外 也要利用各種豐富的機關來通過關卡 像是可以攀爬的繩索 或是可以讓角色彈跳更遠的彈簧等等 另外也有磁鐵等輔助道具 以及更多角色可以解鎖 而關卡當中也有各式的危險機關 像是火球 針刺或是大型圓具等等 讓關卡變得更加刺激有挑戰 這也是這款遊戲獨特有趣的地方喔 第一人稱射擊玩法像素風格的Fix Your Field 遊戲當中有著多樣化的多人連線模式 像是常見的死鬥模式 統治模式 除此之外還有特別的豬豬啟示錄 以及合作圖形模式喔 至於武器方面也收錄了手槍 散彈槍 步槍等多種裝備 並且還可以收集資源 製作更強大的武器 另外遊戲也有單人模式 讓玩家在豐富的場景中 和殭屍或是薑餅員對決 磨練自己的技巧 即使沒有網路也可以遊玩喔 像素風格的Doll Stop Rally Rescue 2 讓玩家駕駛各種不同的直升機 穿梭在戰場之中 執行救援或是攻擊等多種任務 我們要控制直升機的起降 移動以及轉向 操作方法簡單 卻又讓人感受到駕駛直升機的技巧和樂趣 像是起降時要掌握好下降的速度 不然直升機可是會受損的喔 而當靠近敵人時 直升機也會自動反擊 玩家只要專心閃躲就可以囉 只是同時也要注意時間 專注於任務目標上 才能夠順利過關囉